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达9米,包含20多种特殊的细胞类型,是人体最多样化和最复杂的系统之一 它的各个部分不断协同工作,已完成一项独特的任务 将食物原材料转化为维持生命的营养和能量 消化系统跨越整个躯干,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胃肠道 这是一个输送食物的扭曲通道 内部表面积在30到40平方米之间 足以覆盖半个羽毛球场 其次是胰腺、胆囊和肝脏 这三个器官使用一系列特殊的汁液来分解食物 第三,身体的酶、荷尔蒙、神经和血液共同作用 以分解食物调节消化过程并提供最终产品 最后是肠细膜 这是一大片组织 支撑和定位腹腔内的所有消化器官 使它们能够完成工作 消化过程在食物触及你的舌头之前就开始了 在期待美味佳肴时 你嘴巴中的腺体开始分泌唾液 我们每天产生大约1.5升唾液 食物入嘴后 咀嚼动作与唾液相结合 将食物变成潮湿的一团 被称为食团 唾液中的酶会分解任何淀粉 然后食物将到达被称为食道的25厘米长管的边缘 必须向下通过食道 才能到达胃部 周围食道组织中的神经 感知食团的存在并触发蠕动 这是一系列特定的肌肉收缩运动 这样将食物推入胃中 在那里 强健的胃壁将食团束缚住 将其分解成小块 由胃黏膜细胞分泌的激素 触发胃壁 释放胃酸和富含酶的汁液 开始溶解食物并分解其蛋白质 这些激素还提醒一线肝脏和胆囊产生消化液 并转移胆汁 一种消化脂肪的黄绿色液体 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在胃内三小时后 曾经具有形状的食团 现在变成了一种叫做食谜的泡沫液体 并准备好进入小肠 肝脏将胆汁输送到胆囊 胆囊将胆汁分泌到小肠的第一段 也就是十二指肠 在这里 它溶解漂浮在食谜浆液中的脂肪 以便它们被一叶和长叶消化 这些富含酶的汁液 将脂肪分子分解成 更易被人体吸收的脂肪酸和甘油 酶还将蛋白质最终分解为氨基酸 并将碳水化合物分解为葡萄糖 这发生在小肠的下部 即空肠和回肠 它们被无数个被称为 长绒毛的微小凸起所覆盖 它们构成了巨大的表面积 以最大限度的吸收分子 并将其转移到血流中 血液将它们带至其旅程的最后一站 以喂养身体的器官和组织 但此过程还没有结束 在消化过程中 脱落的剩余纤维、水和死细胞 会进入大肠 也被称为结肠 身体通过肠臂排出大部分剩余的液体 剩下的便是粪便软块 结肠将这些副产物 挤压到一个被称为直肠的小袋中 神经感觉到直肠的扩张 并告诉身体何时该排出废物 消化的副产品通过肛门排出 食物的漫长旅程最终完成 通常持续三十到四十个小时 想要继续学习 订阅我们的频道 永保探索热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